欢迎来到KK音乐 赶回去准备这届的总决赛了 不知不觉又到了决赛时刻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就连去年的决赛 胜典冠军之夜还历历在目 让人记忆犹新呢 喜欢裤盖身上的那股韧劲 吃苦耐劳 在他身上看到热爱是一种力量 坚持是一种品格 认真是一种态度 努力是一种习惯 说起来 王一博队长每次看队员battle 都是沉浸式的观看 全场最激动最嗨的就是他 表情动作毫无保留 能够感受到他对街舞的满腔热爱和投入 希望大家也能不负热爱 永远铭记这一季街舞的陪伴 总决赛队长大秀舞台音源已经放出 你听出王一博队长 要带来什么风格的舞台了吗 酷暴来袭 一波王炸 蹦 加油 王家尔劳摩实锤 现身各类节目总决赛现场这回 助阵的是 这就是街舞总决赛 经过了上周的半决赛 五种融合作品战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 也将迎来总决赛的直播 相比于前三季 第四季参赛人数是最少的一季 但是阵容却是最强的 今年的街舞时长 也让很多人既惊喜又惊吓 因为看一期街舞 意味着要用三个小时以上 第四季收官在即 有多少人跟小编一样 对总决赛的赛制 还不是很清楚 在总决赛直播预约页面 节目官方介绍的是 10月30 巅峰之夜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总决赛 一起见证第一支 国际街舞联队的诞生 在国际精英挑战赛的赛制背景下 总导演陆伟曾说 决赛就是类似NBA全明星赛 最终产生一支全明星国际联队 所以成立全明星联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今年有没有个人冠亚军呢 小编个人猜测 还是有的 因为虽然不同于前三季赛制 但是终极battle是前三季的精髓 所以小编觉得还是会延续前三季的单人冠军 并且很多参赛选手和队长 也都多次Q过单人冠军 Ibuki更是直接喊话要成为首个女冠军 第四季半决赛的舞台上 也因Healthy and Boch 乔治等舞者凭借作品直接晋级总决赛 Ibuki,Bubu和Popincy通过Battle成功晋级 而ACKY3在复活赛中拿到入场券 成为总决赛前16强 在这16个舞者中 冠军人选看似激烈 但是悬念也基本被终结了 首先编舞师获得冠军的概率微乎其位 前16强中的黄霄 Eleven和春林的Battle能力一般 但是在决赛中Battle是必备环境 次季以来 Battle能力最强的编舞师 也就是Franklin与眼林 毫无疑问 编舞师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创造过很多出圈作品 但是小编个人认为 编舞师是不可能通过25轮的Battle成为冠军的 在这16个舞者中 冠军人选看似激烈 但是悬念也基本被终结了 这周六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将迎来巅峰之夜总决赛 每因为舞者都将为荣誉而战 Battle for Peace 小编心中的冠军人选是 叶音、Popincy、Kaka和Ibuki 如果今年还将产生单人冠军的话 你心中的冠军人选是谁